法政府在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 废除了真兵制 但现在怎么已经又回头 变成要连金马奖都要回来了呢 志强 基本上两岸关系的和缓 跟兵役制度也是有一个联动 那我要讲 不管真兵制 募兵制各有利弊 但是民进党你别无选择 你只有真兵制 为什么你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台湾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军购逐年的增加 看起来一步兵凶战围情况之下 请问你现在的兵够打仗吗 所以别的不讲 民进党执政 大家是准备的